一向喜爱户外运动的哈林于晨庆 一直是演艺圈出名的阳光大叔 12日他和日本超跑选手关家梁一同出席座谈会 谈到运动哈林的热情可是一点不输对方 我觉得就是我很厉害 就是我这个耐力惊人 我以前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那种感觉 当然其实有其他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让我在台上随心所欲 为所欲为很开心去表演 不会因为自己的状态不差 然后你会担心我等一下没有气了怎么办 累了要死怎么办 这些我都不用担心 而这一次座谈会主题以热血旅程为宗旨 哈林也分享自己进入演艺圈的心酸历程 并勉励当下的年轻人不要一味只想当明星 要有实在的招式和退路 所以我也跟现在小朋友讲 他们如果喜欢表演喜欢唱歌 如果他们只是单纯想要做一个明星 那他们很容易失望 因为他们心目中模拟的对象 一定都是很顶端的人物 他们不会模仿二线的三线的一员 他们一定模仿一线的 可是很难嘛 你不可能一出手就到达一线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达成那个目标 然后你应该怎么办 那当时对我来讲就是 我有不成功的经验 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我有别招出来 没关系 我招式多得很